政坦已經在盛傳 說這個其實不是 這個賴跟鄭的問題 是賴跟蔡在對決 蔡賴對決 因為賴清德一上任 他的法務部長是他的人馬 以前當過台南地點組檢察長 馬上把調查局長換掉 馬上把林鄭組長換掉 為什麼 就是代表賴清德的意志 他不要任何蔡英文的時候任命的 的檢調系統 還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檢調系統 所以這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決心跟他的訊息 他不要跟他不要賴的人馬在留任 可是這是檢方 但是院方還是在蔡英文提名的 司法院長許中立 他們的整個範疇 所以院跟檢 現在目前 院檢不同掉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很奇怪 這個積壓 積壓頂一開再開 這是我覺得今年 可以說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候 是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跟蔡英文 有一個天然的不同 蔡英文畢竟是法律人 要拗之前 他要先把定義梳理一下 就算要拗 我也會用透過修法 透過修改解釋的方式 來討論 但你看賴清德上來之後 民進黨團的做法 都是硬幹 全數硬幹 我說的算 對 為什麼 因為我是神 我是唯一可以裁決這一切的 我們要裁決這樣子 要不要 三法 鄭文燦等一下兩點 叫積壓庭要再開 第三度負積壓庭 今天據說 臉應該會比上次還要再臭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鄭文燦的一個問題 因為 其實鄭文燦跟賴清德相處的問題 某種程度也是賴清德在做內部 洗激人性的一個過程 那一千兩百萬 已經創近年來最高的 尤其是好像是官員上最高的 因為他的那個土地購地弊案 就是他不是購地弊案 就是那個所謂的 土地要變更的這個問題 其實總共是五百萬 他押金已經比五百萬多一倍多了 他五百萬也退回去了 所以等於說 他不僅退回了五百萬 他還再拿出一千兩百萬 那還要再往上添加 執行長你怎麼看就說 這是不是也是賴清德 其實他在做政治攻防一環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要講到說 你覺得鄭文燦今天下場會如何 昨天開了四個 前天開了四個小時 開了非常久 雞阿廳開了很久 然後最後是一千兩百萬交出來 那現在的理由是說 當然那一天理由是說 他已經離開市府一年半了 所以呢 沒有實質影響力 沒有實質影響力等等 所以這個有點鬼扯 確實被駁回了 我覺得鄭文燦這個事情非常罕見 你想想看 這個所謂的 這個駁壓庭一開再開 這個真的是蠻罕見的 金額非常高 但是我覺得如果從政治的角度 我已經聽到很多人在講 政壇已經在盛傳了 說這個其實不是 這個賴跟鄭的問題 是賴跟蔡在對決 蔡賴對決 因為賴清德一上任 他的法務部長是他的人馬 以前當過台南地點組檢察長 馬上把調查局長換掉 馬上把林鄭組長換掉 為什麼 就是代表賴清德的意志 他不要任何蔡英文的時候任命的 的檢調系統 還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檢調系統 所以這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決心跟他的訊息 他不要賴的人馬在留任 可是這是檢方 但是院方還是在蔡英文提名的 司法院長許中立他們的整個範疇 所以院跟檢現在目前 院檢不同掉 對 院檢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很奇怪 這個羈押 羈押亭一開再開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說這個到底怎樣 不過正常的盛傳 賴清德這樣子辦鄭文燦 是劍指蔡英文 因為很多訊息釋放出來 其實對蔡英文不是很有利 譬如說這七年前的案子 已經有人舉發 可是很顯然在蔡英文任內 並沒有辦 不管他說法務部長是邱泰山 還是誰誰誰 顯然他沒有辦 那今天賴清德上任之後才開始辦 這是一個事實 那這種訊息放出來就是在劍指蔡英文 代表說你重放 包庇 對不對 那好 那今天 你本來要押鄭文燦 卻沒有押成 你再繼續抗告 然後再繼續發揮 再繼續這樣 已經一次了 結果還是讓他可以交保 一千兩百萬 再發揮 再抗告 然後再發揮 這已經變成一則聯繫劇了 那所以你說你要政治人物 不去做這種政治聯想 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簡直說你見指蔡英文 那蔡英文難道是一個次數的嗎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有一點點 變成一種民進黨內的一種 你看到選後到現在 這個蔡英文跟賴清德同台的次數 尤其賴清德上海就是沒有了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我一開始在你節目講的嘛 如果我聽說的就是 賴清德都已經被蔡英文放 被賴清德總統放在一旁了 表示賴清德不希望蔡英文的 這個政治影響力 對他有任何的這個潛質嘛 那今天 今天當然 這個 鄭文燦是一個很重大的指標 因為鄭文燦是 所謂的英系的大哥 也是所謂的 大家都知道當時蔡英文是要 拉鄭文燦來把賴清德 排擠出去 可惜因為這個 就像郭正亮亮哥講的 他失算了 他用了 李英志堅來選桃園市長 結果引爆了所謂的 怒文抄襲案 傷到了鄭文燦 結果鄭文燦的行政院長孟穗 所以鄭文燦等於是在 這個跟賴的競爭中就輸了嘛 可是鄭文燦的語意還在啊 他的政治能量還在啊 所以難免大家會解讀說 賴清德這樣子出手 出手這麼真的是 非常的狠啊 也是非常的急 一壓再壓 失敗了我就捲土重來 這很罕見 其實昨天很多評論員 都有一個評論 就是前兩天 那時候還在積壓庭要開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 大部分都會覺得說 那這個應該會壓 可是很意外是債銷保 而且金額只是拉高了 當然算拉得很高了啦 一千兩百萬 因為你要看那個 他們發揮 發揮重採的那個 那個書類的用語 就是簡單是 你一定要壓 你翻譯出來就是 你怎麼沒有壓呢 對 請你重新考量 結果還是沒有壓 然後又 又再看高 又再發揮 也是一樣 你沒有想清楚 請你再重新思考 這就真的有點事 就是在鬥法了 對 可是這赤裸裸的 赤裸裸的在我們國人面前 我自己觀察有個點 剛才大家說那個蔡萊子真 蔡 你說蔡直接跟萊子對幹 我覺得不是 而是一個體系 體系 就是這八年 甚至呢民進黨這十六年來 蔡英文是領導人嘛 所以他所佈建的綿密的網絡 那這個網絡裡面就 我就一直覺得很像明清 這個中後期的官僚體制啊 皇帝想幹嘛 問題是官僚體制不要啊 我就是官官相互啊 那這官官相互是他們故意的嗎 他們彼此喜歡嗎 沒有官僚之間也在鬥爭 可是官僚之間有一個 共同的價值觀 或共同share的一些意面 就是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不是你皇帝可以說的算了 你把大頭抓出來砍掉 廢掉流放都沒有用 所以像這個 到了明朝後期的時候 萬利皇帝想要立 想要立福王為太子嘛 那想要把後來的這個 光宗給廢掉嘛 那就是怎麼廢就廢不掉啊 每天在那邊最後只能萬利代政 三十年不上朝 我就跟你老子就跟你死客 三十年我就上一次朝 就是大禮異那個事情嗎 不是這個是萬利皇帝 另外的 萬利代政的 就是他就跟你死客嘛 可是沒有用啊 他甚至搞到說這個六部上書裡面 竟然曾經出現過六部上書 剩下兩個上書 然後一個是秘書長代理 秘書長代理一個部 就是很誇張的 就是到我也欲缺不補 我也不管你 但是整個官場的意志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官僚跟官僚之間的 通婚聯姻 私生關係 利益關係 甚至是貪污關係 彼此之間交錯縱橫 我覺得現在有點這樣的味道 就是蔡英文所留下的司法題 其實彼此之間是交錯縱橫的 那這裡面你今天要幹掉政文蔡 你明天會不會幹掉我 政文蔡你都敢幹掉了 那你會幹掉我 那我們當然就集體幫助政文蔡 但我不是要跟你對幹 我是告訴你你不要這樣幹 所以我感覺這個蔡在鬥爭 所以你講的有道理 因為蔡可能不見得自己真的出手 但是就是所謂的代表蔡的力量 所謂的代表 或者蔡建構起來的這個網 這個網絡 因為它表現是 他們都是命運共同體嘛 甚至於說是 曾經的既得利益者嘛 那現在 這個以鄭文燦為首的這個網絡 受到這個 新的這個 賴新德的挑戰 他們總數會 會反抗嘛 所以我覺得你講的 你講的應該是比較符合事實的現狀 但是因為 可是政治上就這麼回事 即使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個 蔡賴對決 蔡賴鬥法 這個就會成為一個鮮明的一個 因為他是 蔡英文現在變成他精神領袖了 就是你講的 他們這群人的精神領袖 而且一定有人自己下去找他 對 一定是 而且我剛剛有講的 不只是在鄭文燦這個事情 在蕭美琴 在美國關係上 在很多事情上 蔡跟賴其實是 是不一樣的 窘然相遇 對 然後所謂的心結 其實是絕對是在 加上不要忘記了 2019年的 那個 蔡賴之爭啊 賴清德民調本來領先了 後來被蔡英文 因應一生生做掉 嗯 這個是可是 所以最近大家在 約於雍正王朝不是嗎 辛酬舊恨啊 對啊 這個賴清德當副總統那四年 跟雍正當時在吃災念佛拜拜一樣 對 每天就是送金啊 當道士啊 喇嘛叫 隱忍不發 就會去找他都是小咖 這是果俊王 果俊王 再說一次果俊王不是雍正的情敵好不好 果俊王是個 邊緣要不能在邊緣 老十六老十七 就是不可能 沒有他們沒有繼承權 那他們 他們媽媽是那個什麼 是這個 是這個褒衣出生 怎麼可能繼承 繼承那個黃泉呢 這不可能 所以也只有這種人會跟他站在一起啊 那結果沒有他成功上位了 那爸阿哥就倒大煤啦 你曾經要爭過奪過敵嘛 對不對 所以老八就變成阿琪娜了 阿琪娜 兒子變成 老九啦 老九是賽斯黑啦 直接消除終極 圈進中人府直到死 真的很慘啊 那我覺得這個新風血雨 確實是往這邊吹 那有一個觀察點是這樣 今天的形勢跟 第二次交往形勢有一個不同點 第一次交往沒成 如果你修正這事情就過了 可能拆賴清德的時代就真的來臨了 我覺得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請教一下執行長就說 連續兩次沒辦法交保 假設今天又沒辦法交保成功 當然以賴清德個性 一定要求繼續 繼續羈押 因為只要他沒有 但是如果這一場鬥到最後 是未能羈押成功 這對賴清德來講 在某種程度聲勢很錯 可是說他的實力還沒到 對 雖然他已經是第一人了 可是實力還沒到 所以你要 你只能把他圈進中人府 你沒有辦法把他真的 真的廢掉 這就是實力原則嘛 對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變得很赤裸裸 你今天就是 今天兩點的羈押亭開的時候 如果還是沒有辦法壓 就代表說你賴清德 你的實力不到 你又硬要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壓再壓 這個其實就是會傷的 不只是傷到賴 他還是整個傷到整個政府體制 對 代表政府體制就是被他們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這種兩派在那邊鬥罰嘛 對於這個司法檢調的這個 所謂的公信力 當然也是受損的啊 所謂的明明是應該是 所謂的司法公正嘛 怎麼可以只會變成說 所謂的兩派這樣子呢 鬥爭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對賴也是非常不好 但是他畢竟是 已經站穩第一人了 所以實力還不夠 但是慢慢來 我覺得他還是會 我覺得跟他性格 我覺得跟他性格很大的關係 對你說的很好 一來再來 因為他是打給他總統嘛 對啊 但是他就會一直鬥一直鬥一直鬥 對 他不會停下來 所以今天如果 如果還是壓不成 他搞不好就會 另外 另外另辟蹊徑 我認為他會繼續要求 繼續壓 只是有可能會被高院駁回 那就難看了啦 那就難看了 其實 其實積壓庭開到第三庭 就很難看 很難看 事實上我認為已經給予 賴清德很大的壓力 對 但他可能不覺得是壓力啦 反正出錯都是下面的問題嘛 他這個人是以自我為主 他的標準只有 你不能用一般人來 對 你看 兩起重大槍擊案 知智不提 那個 台南被打死的 那個林仕傑啊 他很熟好不好 那台南市打步還跳出來說 哎呦 這個蔡總統跟林仕傑不熟 那個是 他是地方要腳 怎麼可能 怎麼會不認識呢 你可以說認識你講不熟 他女兒都當議員你不熟 你可以說我認識 但你講不熟就有點噁心了 這是最賴清德 他很假掰 當然他可能覺得這是他黑道嘛 他可能要跟他撇清啊 那這樣你就把邱莉莉撇清啊 你把郭再清撇清啊 對啊 那為什麼 我覺得今天 其實這是我覺得今年 可以說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候 是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跟蔡英文有一個天然的不同 蔡英文畢竟是法律人 要拗之前他先把定義梳理一下 就算要拗 我也會用透過修法 透過修改解釋的方式來討論 但你看賴清德上來之後 民進黨團的做法 都是硬幹 全數硬幹 我說的算 為什麼 因為我是神 我是唯一可以裁決這一切的有沒有 我們裁決這樣子 要不要像三法 對不對 你要寶貝才知道他今天他要怎麼說 真的有這種感覺 真的是這樣啊 對啊 真的 憲法解釋權跟法律解釋權 都是他說的算啊 他一個學醫的 突然變成憲法學者了 對啊 連那個國外改革 他也可以直接說是違憲啊 對 違憲就是他定調的 他不是大法官 對不對 所以可見啊 可見真的是 不過昨天我有欣慰一點 就是其中有個大法官說 你們怎麼沒有先行使願記協調 那表示在講他失職啊 願記協調是總統的權限啊 對 所以這真的是很誇張 那我們稍微通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一些討論 就是這個鑑定他說 賴統一這麼愛玩就給他玩 玩著就統一了 那我也可以順從大陸政權 反正是同胞心裡想著還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賴清德要變成從胎度金孫變成統一金統了嗎 其實這蠻危險的耶 他如果這樣下去就可能會真的照他 他說他不希望的路 的路徑走 我覺得這個 這個個人的意志 就是無法去撼動整個情勢的變化了 對 我覺得不能太蠻憨了 我有一個好奇的 太一鄉情願了 可以就是最近馬總統怎麼看這一段 這整段事情 大概跟我一樣 他會每天 他現在還是每天去馬英九基金會嗎 對對對 那每天上班會不會在那邊睡睡念說 這實在太誇張了 他出來自點發一個臉書嘛 他焦慮到寫臉書自己寫的 他那時候就是整個是給 其實老實講我們也不 也不希望這樣做 可是實在是 實在是因為賴清德太離譜了 所以他很焦慮 一直在推動新兩國論 而且他一直拿馬英九當墊背耶 對 就是我是說嘛 蔡英文跟賴清德聰明的地方就是 他們做什麼事情都先拉馬英九當墊背 對 蔡英文說維持現狀 他說維持的是馬英九的現狀 可是他把九二公司給抽掉 那賴清德推兩國互不隸屬 他說馬英九有講過 跟馬英九講的是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承認治權 他是偷天換日的用 所以馬前總統應該覺得非常的冤枉 馬總統感覺每次背脊發涼 干我啥事 背後重見是真的多 快點夠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動力維持青春美麗嗎 618年中慶 實際炎膠原蛋白生態 買6盒就送5包 每日完勝口含定 買8盒就再加碼送14包夢夢水飲品 絕對能讓你滿載而歸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體驗吧 對議行動 紅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